我好順暢的問題 不如你跟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其實現在就在英國讀大學 研究街市是我的畢業論文的主題 我就想知道多些香港人用街市的習慣 還有街市在香港之後的將來 還有香港人對街市的想法 因為現在時代都變得很快 就想看看街市以後還有沒有生存空間 然後香港人對街市有什麼情意結在裡面 還有什麼想法 平時我們通常會問一下對方用街市的習慣 但我看到你的YouTube影片 都知道你經常去不同的街市 我想問一下你平時買菜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許開的街市 還是你每次都去一個不一樣的 你見到我拍不同身形的街市 還有主要原因是最近我去不到外國旅行 不如去一些新型的街市拍 譬如新鮮的魚我不可以在超市買 亦都有些購物的習慣會去到街市 那你平時去開那個街市 你是選擇去那裡是因為你覺得 近來住那裡比較方便 還是有其他原因的 一定是方便 一定是方便 那你平時買菜你是自己幫自己買的 是呀 因為我自己住的 沒有工人幫我買的 那你通常是自己一個人 每天都會去街市 還是會隔日 我喜歡每天都去共用一下 你有沒有特別什麼時間去 我知道有些人 就會等街市收檔的時候便宜的購物 或者有些人特地很早去 就覺得有新鮮的東西 你有沒有特定的時間 出開街我就在那時候想回家之前買 因為我都是上班的 那我覺得如果都是便宜幾元的話 就沒有需要特地收檔 便宜幾元這樣來買 嗯 嗯 都是的 那你剛才也有說到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在網上買東西 是 那你平時是怎樣分配你一個星期買的菜 即是哪些東西會在超市買 哪些東西會在街市 哪些東西會在網上購物 因為我和身邊的朋友和家人 和他們言談間 都知道現在多了人在街市買菜 那你問我有沒有什麼特別去超市買 譬如說你買Juice那些 就是飲品 你不會在街市買到 那我就會去超市 當然 街市一定是買一些新鮮的 蝦那些我沒有在超市買 那我一定要去街市買 那是你的蔬果 肉類 海鮮 全部都會選擇在街市買的 是嗎 嗯 肉類和水果 我可以在超市買 但是你說海鮮的話 一定不能買 超市 那你肉類和水果 你可能在超市買 那你是怎樣決定 就是今天你想在街市買肉 還是在超市買肉 買肉 我反而會喜歡在超市買 舊型街市 他們那些豬肉 掛在這裡 血淋淋的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新型街市 例如我拍開的那些 他們又有很多不同的 新鮮 又或者是雪藏的 肉類都有選擇 那就是肉類來說 你會更加喜歡在超市買 因為你覺得都是衛生一點 乾淨一點 那水果和蔬菜來說 那你通常會在哪裡買的 新型的街市 他們實在是有很多水果 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地方 台灣 美國 或者 法國 嗯 所以你也是覺得 街市的水果是比較新鮮 比較新型 不是舊型街市 舊型街市 我很多國有水果買 是不是我估計 好 不知道 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選擇 就是光臣這一檔的 我最主要是看那個人 老不老實 還有其中 因為我家附近街市 他是我樓上樓下的鄰居 哦 那你跟他們熟不熟 聽說 你是不是都認識的 都認識的 因為其實呢 街市 為什麼有時候 很多人都喜歡街市 有種人情味 你跟他吹多兩句水 都可以的 是啊 那平時你去買菜的時候 會不會跟他聊天 除了買什麼菜 或者怎樣煮之外 非常之會 那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你去一檔 不懂的 你會不會怕他騙你清 或者覺得他收貴一些 或者你選完海鮮之後 他可能有換另一個給你 會不會有這些擔心 但是如果你說在香港來說 我想香港人這方面的誠信 都不錯的 都是的 是啊 那我們剛剛你也說 你經常去一些新年街市去看 那你有沒有聽過 政府的十年街市翻新計劃 那我簡短也說一下 好啊 從2018年到2028年 香港政府就想翻新所有香港街市 他們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他們自己翻新 那如果自己翻新的話 通常就是 譬如屋宇署或者 食物衛生署他們的街市 那這些他們就會有 某些規定 譬如他們要有冷氣 然後鞋鞋要做得好 然後每一個檔灘都要註冊了 然後要有 雙齊人士都可以有access 有很多這些條例 就會讓地方更加通風 然後更加衛生 那所以翻新完的街市 應該都是跟舊式的街市 差不多 就是營業的方法都很相似 但是他們的感覺就會更加乾淨 然後會有更加多的 regulation 一些看舖人是要跟的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其中第二個方法 就是他們會賣給一些 營機 就是賣給令展 讓他們幫他們翻新的 那通常這些呢 他們就會做得好新 通常你去的那些應該都是 是私人翻新的 那這個就是他第二個方法 那我講完之後呢 你覺得你平時去的那些是 政府翻新的 還是他們賣給私人機器翻新的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那你覺得這兩樣有什麼不同 舊式街市會發覺 咦現在有冷氣 哦明白明白 現在排水好了 就是這樣 好啊好啊 那我會在硬件和軟件裏面 講一下他們的對比我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硬件呢 就是當然 新型的街市 它是悉心找人設計過的 除了說有冷氣之外 它也是很講室內設計那方面 那那個美觀性 還有實用性 還有那個空間感 樓底很高 還有那個通風 還有那個闊度 你的通道是有個很闊落的 讓你的雙層人士都可以下去 但是你說普通政府那些 那都暫時我未見到有這麼闊的路 讓你走 那這個是硬件方面 那軟件方面 沒有裝修得這麼漂亮的街市 他們都是用很傳統的那種模式 即是爪軸 但是新型街市 就注入了很多電子元素 譬如說 儲積分製 可以收八達通 這些電子錢 這些媒生科技 就是軟件方面 怎樣去注入那個街市 其實都可以利用到那些客人 我是從來不希望 政府 將所有的街市 去剷除 因為我覺得一個城市的發展 一定要有新舊 你才會 一來是被市民有選擇 給自己的舊當主有選擇 即是你給一件很潮的衣服 阿婆 阿婆是不適合穿的 可能她只是鬆軟件件 那我覺得一定要給市民 或者當主自己有個選擇 不要整個城市 所有的街市都換了舊 Vintage 的東西 這些都很吸引的 你會見到很多遊客都走去街市 灣仔街市的拍照 即是一個城市 不可以全部都是新型街市 或者全部都是百貨公司 這些 這個城市變得太沒有個性了 我的意思是 政府自己翻身 即不是賣給令賤那些 即是他們自己翻身那些 你覺不覺得 他們還可以保留著他們 之前那種感覺 還是你覺得 他們一加了冷氣 一整整整了通道 整整乾淨了 其實就已經沒有了 以前那種感覺 政府自己 他們自己裝修那些 其實那個改變不大 我都去過其他那些 譬如西環的 市美飛道有個街市 它都是裝了冷氣的 但是它仍然都是保留到 以前 即是一般的街市 即是你覺得 政府翻身這件事 都是正確的 即是整得乾淨 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經過這次的疫症 很多人害怕了去街市 它舊而已 不一定說它要拆除 你可以在維持那些 做得好些 保留在好處 都可以繼續存在 裝了冷氣 乾淨一些 通風系統 你加進去舊營街市 它仍然都可以繼續生存 嗯 是 即是 即是 我們去想想 可能到2028年 真的所有這些街市 都翻身了 即是所有現在的 街市不是很骯髒 然後 地下全都是一攤水 一攤水 這些全部都會有冷氣 通道都會大些少 排風又會好些 排水又會好些 你覺得這件事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衛生情況 就一定要裝冷氣 或者通風 地下不需要 經常都濕淋淋 這個是絕對受歡迎的 加上 經過全球的疫症發生 我想 沒有人是會不喜歡 一個衛生的街市 嗯 當然 講到現在的疫情 你會不會因為 現在發生這個疫情 你會少去街市 我想我 更加多了去街市 你不見我疫情 才拍攝這堆東西嗎 哈哈 是的 但是我們講到 舊式的街市 你會不會少去街市 舊式的街市 舊式的街市 會少去街市 嗯 那你主要覺得 他們沒有那麼衛生 不是啊 條路很窄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好像都是 很近距離 那我就不太喜歡 特別是賣魚檔 就是魚檔旁邊的地方 很濕的地方 很濕的地方 一些私營機構翻新的街市 例如零展那些 那 那 你也去過很多 是不是 那你覺得他們全部 是不是都是 很相似 他們做的事 還是你覺得他們每一個 都有自己的個性 嗯 去了幾個街市 我覺得他們 都有很多是 連鎖的店鋪 在裡面 那連鎖店鋪裡面 沒有什麼不好的 但是 如果我 以我去過 世界各地這麼多個街市 我覺得 其實香港這些 新型街市 做得不錯的 新型街市 更加是歡迎 一些 譬如 賣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你在外國的街市 看到有些 賣不同的 芝士 一方面 它都做得很好 譬如生果檔裡面 已經有很多 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水果 但是我覺得 它還可以 繼續去接納一些 新的店鋪 新型這些街市 很有趣 你如果 舊式街市 你不是買菜 你不會下去 但是這些 新型街市 它有條食街 變成 如果我家附近 有一間這樣的店鋪 我一定 下去 一天下幾次 我都不介意 因為 它很多東西看 買東西吃的種類 你看到我的影片 他們買菜 買肉 都有很多 來自不同的地方 又有些 氣炸鍋 食品 但是它又有吃街 我挺喜歡 他們翻新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裡面的感覺 不一樣了 譬如沒有了街市 之前的感覺 或者改變了另一種感覺 如果你說形容 以前就是一個 沒有什麼打扮的村姑 清純樸素的一個街市 但是你會感覺有親切感 但是現在就是 新潮 時尚 那你覺得裡面的人 在裡面賣東西 和買東西的人 會不會改變了呢 賣東西 啊 年輕了 因為舊營街市 那些人多數都是 上了一年多的 最頂多都是 店主的 兒子 女兒 嫁人 來幫忙 但是 如果你在新型街市 現在多了很多年輕的人 新型街市 除了街市之外 也是有小食店的 那些小食店 也多了很多年輕人 在那裏創業 是 那你剛才也說到 你的朋友會在網上買東西 但是你也是選擇去街市 那你覺得 在將來裡面 我們 我們 新的年輕人 我們 舊式街市 或者 就算政府翻新 都好 不是新型街市 在香港還有沒有生存的空間 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 他們仍然有存在價值 因為老人家 可能 未肯接受 新型街市 感覺上 他們的認識 都覺得 新型街市 買東西一定貴一些 那些老人家 還有 我認識個當主 看著我的子女 其實仍然 都有那種人情味 他們仍然有個生存空間 一定有 但是 再過十年八年 或者再過二十年 他們都會離開 老人家離開之後 我們是否慢慢會轉移 去一個 沒有舊式街市的香港 因為太多年後的事情 你很難看見到 我問你 你英國也是一個 發展了的國家 你現在英國讀書 英國也很少這些街市 我曾經去過那個街市 不知道叫什麼 Shepherd's Bush 是不是 有個街市 有個地方叫 Shepherd's Bush 但我不太清楚 那裡是否有街市 是的 我就去過 Shepherd's Bush 的街市 越來越少 你覺得越來越少 會不會是一個遺憾 就是沒有了香港的傳統感覺 越來越少 當然會有遺憾 但是人們都要向前進步 難道你覺得 全部舊式的建築物 完全不拆 那你就不會有新樓 是的 那你覺得 越來越多新式街市 你覺得這也是時代變化 你覺得這件事 是正面的東西 正面的 因為貴身了 也是 而且裡面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它也可以儲積分 那你舊街市 怎樣儲積分 是不是 它儲積分 用來有免費的產品 送出去給客人 是嗎 是的 我也聽過很多 它積分的計劃 那你有沒有覺得 新式街市 可能沒有之前的 人情味 會變得更加商業化 還是你覺得 其實不會有 不是 都有人情味 只不過可能 它沒有舊街市 那些人在那個牆場 那麼久 嗯 那你覺得 越來越去 新式街市 他們都可以 有那種人情味 人情味 是可以建立出來的 就是等於 你跟別人交朋友 有而是慢慢建立出來的 嗯 你不會是 第一天 你就已經覺得 那個人是生死之交 你明白嗎 是的 是的 那你也覺得 我這個街市的文化 是對香港一件好得的 對香港一件比較獨特的 你都說到 在外國比較少街市 最後 說到你去那麼多 不同的街市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街市 你是特別印象深刻的 嗯 將軍澳那個街市 因為它的設計 真的相當之好 你看到的 我拍了那麼多個 五六七條影片 它零零射射射 不知為什麼 人們那麼喜歡看 成五萬多個視頻 對 我第一個看到 因為出了 在我推薦 那個 很多人喜歡看 我想是因為 一來我是介紹 一些人性化的東西 二來就是 它的設計實在是漂亮的 你感覺上 好像 我去了外國旅行 嗯 都是的 那麼 在這些街市 即在這個 將軍澳的街市 你覺得有什麼 特色 或者有什麼 特別可以吸引到你 你呢 室內設計 有點像歐洲 我在那個 視頻裡面 都吸引到 去年去西班牙的 Lepicaria Market 噢 我好像去過 那 那 你剛才也說到很多 在新年街市 有些可以 電子副本 可以 可以 草積分 你覺得這些東西 是否可以吸引到你去更加多 一定 因為你申請一張卡的話 你去到他們核下其他的街市 都是可以 用 用 草積分 你不僅是一個 這樣 那這些草積分 其實 聽上去 都好像超級市場 其實你知不知道 現在很多領展翻新的街市 他們都是用一種 叫 超級市場管理的方法 即他們想用 超級市場 管理的方法 即他們是一個大人的機構 因為他們會看著每一個檔灘 可能他們會在特定的時間 他們會說到五點鐘 你所有東西就要減到八點 然後所有這些商店都要跟著去說 然後他們 譬如 如果這個商店今天想休假 那他們要先向領展他們去申請 才可以休假 然後 譬如 諾虎街市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他們有推車車 然後 他們又有一個information center 這個管理的方法 他們就叫 supermarket management model OK 還有你剛才也說到 很多新型街市 他們都有一樣的店 即是chain store 你看到他們的牌子 在很多新型街市都有 是的 你覺得其實 當一個街市 當一個新式街市 那麼像超級市場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者之間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超市呢 就不是怎樣跟你對答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跟你Entertain 在那裡吹水聊天 但是這些新型街市就OK 那你覺得這兩者之間 最大的分別 都是 你每次買東西都有很多人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是的 interaction 但是 超市是自在形式的 另外 你說這個supermarket management style 我覺得他好像 我去日本 差不多每個百貨公司 樓下 都會有這些 吃東西 或者買食材的地方 類似supermarket 那他以這個認識去管理的話 我都很樂意見到 OK 那街市有什麼 這麼吸引到你呢 現在這麼多人都喜歡 Online shopping 他都不想出街買東西 那街市是什麼 那些東西是吸引到你去 你去街市看的 我把那些東西拿在手 那我可以 歐洲你就不用指望 你一定會被人罵 你不可以摸他們的水果 但是 你 如果在香港來講 你買東西 你會看到 會不會拿上來很生晚 又或者 那些菜你可以摸到 跟你Online的相片 當然是有很大的分別 豬排變成雕閃 是不是 你在Online那裡 都差不多 就問到這裡了 那你最後有沒有一些問題 或者想解釋 好 那我就結束了 謝謝 好 OK 拜拜 OK 拜拜 拜拜